两岁孩子被一百度开水重度烫伤 而奶奶却靠民间偏方 用捣烂的青菜铺满伤口 还将食用油涂抹创伤表面 最终导致孩子发生了二次感染 在家中治疗九天后 发现孩子生命积极可危 父母不情愿地将孩子送往医院治疗 可面对医院的两万五治疗费用 父亲却认为医院是想坑自己钱 当孩子被送到医院时 医生看着孩子的病例单 不由得感到吃惊 医生立马为孩子清理创伤 发现孩子的烧伤程度已经达到了三级 也就是说疼痛感已经深入骨髓 我们很难想象 两岁的儿童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而另一边 医生询问着孩子烫伤的原因 父母表示 孩子当时穿着保暖衣 不小心被热水沾湿 再加上衣服厚重吸水静墙 导致孩子的肌肤与衣服粘在了一起 最终加剧了烫伤的情况 由于孩子送医不及时 医生建议先让孩子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有天才送到我们这边 有点耽误了 今晚可能要给他做一个血透 听到这里 母亲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他们只能先采用医生的治疗方案 经过四天的治疗之后 孩子的生命体征已经慢慢趋于稳定 但表面上的创伤 已经无法依靠孩子慢慢治愈 医生建议家属去做人工脂皮手术 可以让孩子的斑痕减到最轻 人工皮脚上肢体皮片移植 通常需要两次手术 大概的费用在两万五左右 你有没有少儿医保 身上少儿医保可以报到百分之九 她的医保正在办 面对两万五的治疗费用 全职妈妈一个人无法做出决定 她只好给丈夫打电话进行商量 谁知丈夫却告诉她 不要相信医生的话 在爸爸的不同意下 妈妈竟然也选择了妥协 丝毫没有将孩子的未来放在心上 不得不说 孩子摊伤这样的父母也算是命大 当医生得知夫妻俩的决定之后 医生也傻眼了 她也只好拿出几张被烧伤的照片让妈妈看 面对触目惊心的伤口 妈妈的内心再次被打动了 她再次给丈夫打去了电话 希望能够争取同意 一旁的医生都感觉到无语 先想 世上真的有这种不负责任的父母吗 但其实在孩子住院期间 父亲从未来过医院看望过自己的孩子 唯一一次的出现就是在孩子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并且第一句话就是询问治疗费用 医生为了孩子未来着想 他决定亲自说服爸爸同意手术 您的小朋友他现在烫到这个程度还是蛮重的 就是要长疤的 长疤是很正常了 没办法了 他未来的疤痕 它是凸起来的 那种的话 第一是孩子会很雅 他会很难受 随着孩子生长 疤痕组织会逐渐乱速 孩子以后弯腰 活动都会受到限制 第二他会很丑 疤痕在内 他会影响外观 对孩子的心理 生理 其实都会发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面对医生的解释 爸爸却找借口说 麻醉有副作用 手术风险太大 后续治疗费用就是个无底洞 说来说去 爸爸只是比较看重钱 担心自己承担不必要的费用 我们做手术的目的是 希望这八个剪得最轻 就可能你们对我们医生会有些误解 认为医生就是想做手术 不是的 医生选这个手术治疗 是针对孩子的情况 但医生毕竟只能给父母提出建议 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家长手中 最终孩子还是被父母带回家自行休养了 孩子的未来有时就在家长的一念之间 我们无法想象 这次的错误决定 对孩子的未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一百多度的开水躺上婴儿腿部 双腿表皮组织当场脱落 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医生都不忍直视 父亲脸上写满了自责 将婴儿托付给护士之后 连滚带爬跑向了收费处 而护士轻轻抱起被身心受折磨的孩子 希望能够在冰冷的医院里给他一丝温暖 因为婴儿的烫伤面积过大 护士带着他连忙赶往骨科进行专业处理 可当医生看到婴儿触目惊心的伤口时 心里也不由地倒吸一口气 整个脚掌表面的皮肤已经开始脱落 婴儿刺心裂肺的惨叫 让在场所有医护人员感到揪心 可没过一会儿 孩子突然出现了休克反应 而医生一边进行抢救 一边询问着爸爸到底怎么回事 看到孩子如此痛苦的模样 爸爸的内心犹如万箭穿袭 随后医生推着孩子前往重症监护室 他们必须先稳定住孩子的生命体征 才能进行后续的治疗 而门外的爸爸坐在凳子上 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 第二天婴儿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下来 医生为了避免孩子出现交叉感染 带着孩子去往隔离间进行清创 医生的第一步需要用镊子和剪刀 一点点撕裂孩子腿上的死皮 这样的画面看得我们心惊肉跳 青创治疗连大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还是一名幼崽 等到医生将孩子的坏死组织清理完毕之后 随后又对孩子进行了消毒包扎 接下来就需要等待孩子度过危险期即可 几天之后 父母带着孩子找到医生进行复查 他睡觉的时候手指是曲曲的 这是我们自然的一个状态的 这种曲曲会导致他什么呢 他这些地方会长疤 手线是指的慢慢拉慢慢拉慢慢拉 手就弯了 弯了以后他就打开他就受线 然后你的手想打开就打不开了 医生给出的最佳治疗方案是直皮手术 一旦错过最佳时间 孩子的疤痕会越来越重 未来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自卑的心理 甚至行动也会受到影响 就是直皮的 因为慢慢来想 用我的皮 去给他补 但其他人的皮有免疫原性和抗原性 移植后可能会出现排斥反应 所以医生还是建议 用人工皮或者字体皮进行治疗 他没有买保险吗 因为这个人工皮如果是有保险的话 像生产少女保可以报到90% 他如果是要用那个皮的话 我估计可能要用两块皮才够 那差不多就要3万块钱 老家不是有农村合作医疗吗 就是农村合作医疗 他也能报销一部分 也能减轻你们的负担 我们那个没买 这个时候已经过10天了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保险的作用 没有办法 父母只能带着孩子回家准备筹钱治疗 一个月后 医院联系到有关基金会 愿意出资治疗 但孩子已经错过了 人工直皮的最佳时机 只能等待孩子先治疗 抗斑痕治疗 才能进行直皮手术 有些伤痛永远无法抚平 有些亏欠永远无法弥补 探索是孩子的天性 作为家长 应当保护孩子的探索欲望 才能积极引导孩子的快乐成长 五指奶奶给孙子大量喂食甜品 差点让孩子患上糖尿病 脖子都黑了 这种就胰岛素高了 脖子 脖子都三点吗 不是啊 这天 诊室里来了一个大胖小子 四岁的年龄 却有着60多斤体重 可当医生询问孩子饮食习惯时 家长的回答 让医生大吃已惊 早さん吃啥 面条或者真的包着什么 面条吃多少 你要吃一个大碗 做午和晚上呢 一碗 蓝蓝蓝一碗 蓝蓝蓝一碗 爆出来了 对蓝蓝蓝 而奶奶生怕自己梦中情孙吃不好 每顿饭吃过之后 还会给孙子加餐 嘴滴要让他喝三五瓶牛奶 甚至连面包和零食 都是不停供量 任由孩子从白天吃到黑夜 一刻也不停歇 那你胖起来也不冤啊 听到这里 医生都感到无语 难道不担心孩子会吃出问题吗 可当医生询问母亲 为何不制止奶奶的做法 妈妈却表示 害怕吃少了让孩子长不大 就是一个怕她长不高呢 所以我才来看 肥胖不只是会对身脏造成影响 肥胖带来的影响很多 随后医生对男孩检查身体情况时 终于忍不住发出一声吐槽 由于肥胖的原因 导致男孩的胸部开始发育 并且下面的男性特征也开始慢慢缩小 医生检查完之后 告诉父母 不要认为孩子年龄小就不会得糖尿病 往往都是因为大人的不在意 最终造成了只有孩子一个人手伤的世界 脖子都黑了 这种就胰岛素高了 听到如此严重的后果 一旁的奶奶突然陷入了沉默当中 也希望奶奶能够真的听进去吧 每一个孩子的发育状态 都离不开家长爱的供养 很多家长对肥胖的认知不够 正是因为早期的肥胖没有引起重视 最终才会引起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感谢观看